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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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能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慈 怨解如來真實意 上星期我們講到文殊師利問維摩居士 有疾菩薩應該如何調伏內心呢 上次我們已經講過了 菩薩是要度眾生 但同時又不要染著自己 這樣便沒有病了 但一般的有疾菩薩就是 他要度眾生 他很多時候就是為了要度眾生 而染著了世間 而產生種種的法想 即是說 將世間法出世法 如何兩個一起夾跌 達到一個共融呢 所以又是世間法度眾生 又是出世法炎症解脫 這樣便沒有病了 但如果在這個色胸裏不平衡的話 只是在色界染著 或者偶爾又空一空 偶爾又染一染 往往就有這些疾病 現在這個正好講述了 很多大聖菩薩 雖然以前正好般若解脫過 進過阿羅漢 但當他回入陳奴過往生的雜氣 和眾生之間的糾纏 種種恩怨 就會令到他有染著 這個現象 裏面其實就一直舉了這麼多個例 都是希望這個菩薩 行菩薩到時 要怎樣去調伏他的心性 金剛經都說 如運何住 運何調伏其心 就是說 應無所住 應該要知道 世間所有的東西都是幻化 但是幻化的期間 不捨大悲 這個很難去掌握 這兩種 好了 維摩傑一直回答 這個病從顛倒煩惱而生 實無有法 誰為受病 更加知道這個四大 假名為身 好了 離我及我所 但是與此同時 亦都感覺到 如果自己有苦的話 念惡趣眾生 前日身有苦 念惡趣眾生生大悲心 一路一路講講講講 但是對於一切的攀緣 要知道 全都是因緣的現象 不除不捨 不捨 不捨 不是抗拒他 但又不是執著他去議論 但是隨緣而生 隨緣而滅 隨緣而有 隨緣而解脫 一切都是 他說 約無所得 則無攀緣 我們沒有欺貴的 我要救他 救到 救不到 有個欺貴心 有個煩惱心 但是 一想清楚 原來他有因果 當時 這個攀緣心 即時消滅了 內見外見 皆無所得 有沒有內見 我要修行這個見 有沒有外見 道眾生的見 都沒有 是為有疾菩薩 調伏其心 有疾菩薩 應該要怎樣作事念 他說 我此病 非真非有 眾生的病 亦是非真非有 執時是有 解脫時 即時若到病除 這個觀者為病 為若也 我觀一切不實 即時得解脫 好了 一路講不講 上個星期最複雜的 有一個 就是我們用紅色筆 劃低了 他說 事故菩薩不應該起薄 薄就是有疾了 衝薄了 為什麼 因為你嫌 其實嫌便是薄 不嫌便解脫 何謂薄何謂解呢 他就講了兩種 叫做 以方便生菩薩解 無方便為 就產生薄 有方便 就產生解 他就分開兩種 叫做 無方便為薄 有方便為解 另一個就是 無為方便薄 有為方便解 即是薄傷的就是厭 解傷的就是看通了 不讓那個景象去迷惑你 即是說 菩薩在度身的期間 時時都不失般若 好像實力 為何如來實力 是得如來才有 知一切處 非處 非真處 他在哪裏度身都好 那個地方真是假的 他永遠知道 那個地方是幻化的 為何會出現呢 因為眾生的業力 因為自己的願力 因為自己成願而去度它 所以就在那個地方出現 因為自己發願攝取佛土 所以就有佛國 所以眾生就生於我國 那這些現象是甚麼來的呢 皆是幻影來的 猶如空中花 水中月 捉不到的 這個就是 上個禮拜最緊要就是 解釋了一些 即是說 有方便為 無方便為 有方便為解 無方便為薄 有方便為解 亦舉了一些例子 我們跟著下去 他說 最重要的 何為有為方便解 這個最重要的 為離諸貪欲 親為邪見等諸煩惱 永遠離開一切的妄想煩惱 這個呢 嚴格來說 是私惑煩惱 見惑就是外間的境遇 私惑就是想自己的煩惱 記住 原來自己的煩惱 都是妄想 一一無險 而直中德本 在這個身體外在 直中德本 不是在內裏面做的 是在外在做的 而將一切的功德 回向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這個怨力又會令到你 很快靜得無煩惱 使命有為方便解 懂得很聰明智慧 雖然在度身的期間 不讓眾生的假象 不讓自己思維的煩惱 不讓自己思維外 所以 文殊菩薩 彼有疾菩薩 應如是觀法 接著就說 觀身無常 苦空非我 是明慧 雖身有疾 常在生死 遙益一切 而不厭倦 這個不是外在的 是明方便 即是又要解 又要方便 以成人 他解到 但是不懂方便 但是菩薩 又懂方便 又解得到 但是往往 在初初行方便 自己都解不到 都會被 度眾生的期間 煩惱 去染癒 這個就是 經常提到 無常 假象 空中花 水中月 如露如電 提到 徹身有疾 遙益 不永滅 是明方便 所以這些都是上星期有說過的 有疾菩薩 應如是 調伏其心 不住其中 亦往不住 不調伏心 如果你說 我要住在 不調伏心 這個又有問題 其實沒有住 沒有一個住 調伏也好 不調伏也好 都是一種現象 若果住在不調伏心 即是放蕩 對嗎 任病 我們學讀過 《袁國經》 還不是任病 不調伏心 是愚人法 是蠢人 若住調伏心 我剛剛要住調伏心 是聲文法 如果是住調伏心 這個就是聲文法 因為聲文是否聽著如來講 一直住在調伏心上 但它有沒有方便呢 沒有方便 所以 它說 一個情況就是 住在不調伏心 即是放任 凡夫 住在調伏心 就是聲文 如是故菩薩 不當住於調伏 及不調伏心 這個就是特別 住在哪裏 我沒有調伏 但亦沒有不調伏 留意一下 當中 叫做中道第一 二弟 即是說 世間法 我正在做 又不失出世的國務 兩者一樣 所以我兩者都不會取 叫做不取 不捨 又沒有離過 叫做不跡 沒有碰住 又不離 這個叫做不思義 所以 所有的大乘修行 最難掌握的寸道 就是這個 所以 全部人 是因覺悟 才可以做得到 因為 你不方便 去度眾生 你是永遠沒有辦法 成就 柳多羅三秒三寶體 因為 你沒有道生的願 你是不會成就 無常正等正覺 成就無常正等正覺 是因為 你必須要生起 道眾的願 願令一切眾生 同正無如涅槃 同正佛果 有這個目標 你才會正得這個智慧 你才配得起這個智慧 就是佛的方便 佛的神通 佛的懸通 否則 全部都不行 他說 離此易法 是菩薩行 能夠離開 調伏與不調伏 兩種分野 這個叫做菩薩行 於生死不為 烏行 在生死道路當中 你不驗到 住於涅槃 你安住究竟涅槃 但是永不滅道 永遠不會滅道 是菩薩行 非凡夫行 他又不是凡夫行 非聖言行 他又不是入滅的 那是甚麼來的呢 他既是入滅 既是凡夫 兩樣東西都在一起 是菩薩行 非救 非靜 是菩薩行 然後 這裏我就 省略了 更加說 一一菩薩行 那些舉例 但是 他源於忠心思想 都是說 大乘菩薩 最 如何調伏其心 就是 一邊要好度一切忠心 另一邊要無染三世 甚至連修行的發想 調伏自己煩惱 控制自己煩惱 都沒有的 這個就是這樣 繼續下去 我們講新的內容 雖觀諸佛國土 永直如空 而現種種清淨佛土 是菩薩行 他說 雖然 觀諸佛國土 空直 猶如虛空一樣 因為所有的佛國土 都有出生的時間 都有改變的時間 對不對 好像長遠到無量光無量受的 阿彌陀佛國土 將來他一入滅 國土都轉名 將來 無量受如來 即阿彌陀佛 入滅 到觀音菩薩成佛 叫做 騙出一切光明 功德山望如來 我們會看到 佛國土都有轉變 所以我們要知道 虛空本義清淨 這個叫常直光 如來的法體 永遠是空直 永直如空 但是 雖然是這樣 就不停去變現種種清淨佛土 不停去變現種種清淨佛土 就是菩薩行 所以菩薩 你說成過多少佛 涉過多少佛土 無量無邊 雖然佛土 轉於法論 入於涅槃 而不捨於菩薩之道 雖然自己正德 無上正等正覺 甚至乎 為眾生去轉法論 最後終於入了涅槃 但是其實 他的精神 永遠不捨於菩薩之道 名為菩薩行 說是與時 文殊施利 所張大眾 其八千天子 皆發阿納多羅 三秒三菩提心 當維摩大士說菩薩行 說如何降伏妄念 如何安住菩薩行 這段介紹 令到在會的八千天子 本來這八千天子 未發菩提心 都是希望求得解脫 因為天界的人 如果他不爭 又不爭 天界 希望解脫 但是 你要天界的人 去發菩提行 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 他又會驚慌 他又怕做不到 就和我們凡夫一樣 雖然有錢 有能力 有種種的福樂 但是他們都很驚慰 但聽完這番說話之後 覺得世間沒有一種法門 可以和菩薩行比 菩薩行是最殊聖 所以即時 甚至為何會發到這個心 是否他心中已經有把持 心中已經有數 咦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做 散生這種觀念 很多時候 為何我們要說法 說出來的法 原來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的話 就看你做不做 但是我不明白的話 我就想做也不會做 分別就是這裡 如果我知道情況是這樣的話 我有機會嘗試 有機會嘗試 我們叫做發心 好了 唯摩傑所說 經 得思以品 第六 這一品呢 嚴格來說 剛才我們看回 這個 第五品呢 第五品呢 它全是講 菩薩的心地 怎樣住持 怎樣去韓服我念 怎樣去慰問有疾菩 全部是講菩薩的心地來的 這個是起步 進入什麼 進入菩薩的不思議景地 其實一路呢 引涉 這部經一路佛覺品 一路引涉到下去 去現在問病啊 等等 跟著文殊普言 文殊和這個 維摩居士的對答 妙問妙答 直至到 講到 菩薩行這裏 就開始整本經 就現出 當真正行 菩薩行的人 的修行人 他的具體表現 就是 維摩大士 這個表現 可不可以代表了 剛才他講的這群菩薩行呢 就是一個呼應 當時呢 維摩基樹的家裏 是否只有一張床 工人都沒有過 於是 世利忽見失蹤 無有床座 作思念 啊 師諸菩薩大弟子 大弟子中 當於何座呢 到底 我們這麼多人來 怎麼都找地方 給人坐下的 難道坐地下嗎 我們來問病 你說得這麼清楚 你是不是沒有錢 為何整間屋空空如也 到底這些菩薩在哪裏坐呢 說了這麼久 還未坐都說了這麼久 你想想 他們來問病 長者維摩傑知其二 他想想而已 都未說出聲 是不是 接著他就忍不住 就跟世利忽說 世利忽 雲何人者 你違法來爺 求葬坐來爺 那你到底 你是求法來 還是求床坐爺 你是來這裡坐 還是違法呢 這個 世利忽怕不怕 我都未說 你又馬上 還要大眾說出來 那我怎麼說呢 世利忽馬上說 我為法來 非為床來 我想一下而已 是吧 即是覺得奇 我為法而來 我們不是為床而來 為我結言 為世利忽 世利忽 我告訴你 父求法者 不貪虛名 何況藏座 如果真是你違法而來 你真是想聽大乘法 菩薩法 稀有法 不應該 連生命都可以不要 我們都可以不貪生命 何況藏座的東西 這些是物品 你站著聽 你聽得懂 不得了 是吧 你來到這裡 好像已經離開了 你是求法而來 以時長者為摩見 就問文殊師利 就問問文殊師利 人者 人詞的修行人 由於無量千萬億 何等佛土有好上妙 功德成就獅子之助 人者 你經常出國 你經常出國 出哪個國 出佛國 你經常出國 周遊列國 周遊無數的佛國 他說 你經歷過無量千萬億 數不盡那麼多佛國 我想請問問你 何等佛土 哪一個佛土 有好上妙功德成就獅子之助 有些最靚最靚的功德座 即獅子座 文殊師利言 文殊師利就這樣說 去時 我知道 東方過三十六行河沙國有世界 這個度就是超越的 過度的意思 東方往三十六行河沙 即是一條行河沙 兩條行河沙 三條行河沙 我們就當一個行河沙 是一個銀河系 有三十六個銀河系之後 一行河沙 你留意一下 一個太陽系都不能叫做行河沙 對不對 一個銀河系 那些什麼什麼座什麼什麼座呢 這樣就行河沙了 他說過三十六個行河沙數的國家 國土之外 有世界 有另外一個世界 名衰微相 這個叫衰微相國 其佛號衰微登王佛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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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彼佛 身長八萬四千尤蟲 油蟲 這是當時印度的講法 一個長度單位 有人說是二十里 有人說是八十里 唉 很多 打開佛學大詞典 都不知道有多少個說油蟲 沒有一樣 你們說多少就多少,總之就很大 他說身長八萬四千尤巡 我想八萬四千也是一個虛數 即是說很大很大很大 其獅子座高八萬四千尤巡 如果你和他一樣的話 即是人那麼大,那張椅那麼大 但我覺得應該是有少許分別的 這個也是舉例 因為你的人八萬四千尤巡 那張椅子八萬四千尤巡 這樣相應 他說嚴釋第一,最莊嚴的 在那麼多佛國當中 我認為我見過那麼多佛國 那麼多椅子座,他的獅子座是最美的 於是,長者維摩傑現神通明 即時被佛顯三萬二千獅子座 高廣嚴靜,來入維摩傑室 他說,好吧,就那裏吧 那你說維摩大士去過多少佛土? 又是無數佛土 他先問了文殊師來 你是周遊列國的 那麼多佛國土當中 你說哪個佛土的獅子座最美的? 有個衰微燈王佛 他那個國家叫衰微相 那裏的獅子座又大又美 那麼就那裏吧 然後又入定 又入定之後 跟著演神通明 可能是發個電郵 或者發個微信 發個微信 WhatsApp給他 喂 衰微燈王佛 我們呢 在這個娑婆世間 準備遣不思議事 很想借你的椅子 多少啊? 三萬二千 可以,收到 物流即到 是不是即到 即是 即是他用這樣的術語 我們現代人的術語 就一聲就到了 真的到 他們說 即時佛遣三萬二千獅子座 高廣嚴正 來入唯摩結室 你想想 他自己有很多椅子 有很多招呼人的地方 他特地清了 等你問 你都不問 你的心想 你想我都說了出來 對不對? 跟著呢 問你 噢,你想坐 跟著問 敏殊菩薩 哪裏的佛國最好 敏殊菩薩說了 他立刻 入定 那裏的如來 已經傳了三萬二千張椅過來 嘩 那是否展示菩薩不可思議的 威神之力呢? 涉重之力呢? 那你還敢不敢看小 這個維摩大士呢? 做一做個動作 借一借椅 就已經令到在會的人 包括天龍八步 所有天界的人 都不敢小觀這個凡夫居士 現一個凡夫身 有甚麼特別事呢? 但是 你現出了這樣的 無所妨礙 他說 來入這個維摩結實 諸菩薩大弟子 色凡四天王等 色所未見 那些凡王天王 四方天王 嘩 看到目定口外 他哪裏來的呢?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他不是這個國土 是不是? 過三十六行河沙國土 大哥 遠到不得了 還要眨眼就到了 來也要時間 嘩一聲 就已經到了 你想想 你問問 就這裏了 嘩就來了 快到很交關 好說不好聽 真的 你發電郵等等 你也要準備一下 準備 問題也要時間 你就發個訊息 他給了一個三萬二千張椅子過來 獅子座過來 對不對? 好 他說 這間家裡 其失廣博 佳色包容 三萬二千獅子座 無所妨礙 無所妨礙 無所得到 跟著又講解 裏面 我又散卻做了一些經文 以時為摩劍 與文殊師利 請就座 請就師子座 與諸菩薩上人居座 當自身立 身如彼座像 其得神通菩薩 即至變形 為四萬二千 柔秦座師子座 諸身法意菩薩及大弟子 皆不能升 因為那些座是否很大 大到不得了 以時文殊菩薩 就座了 和諸菩薩上人 都各各座得很定 當自立身如彼座像 他說 坐得很適合 好像非常適合 好像其他國土 坐這些獅子座一樣 坐得很安定 其有神通菩薩 即至變形 變形 因為有些菩薩 小 這些座像大 而變自己的變形 為四萬二千又盡 坐獅子座 即是有神通的弟子 每個都約得坐 諸身法意菩薩及大弟子 皆不能升 大弟子是否阿羅安 但他已發菩提心 但發菩提心是否初法意 都是 所以他們不能上去坐 最慘的是 新法意菩薩及大弟子 雖有神通 但不能升 唯我傑言 上不了 上不了 不要緊 他説 為射利弗 你想上去很簡單 為雖微燈王如來作禮 所以 乃可得做 你快些為雖微燈王如來 其恭敬去作禮 你就坐到的了 快些上來 於是 新法意菩薩及大弟子 即為雖微燈王如來作禮 便得坐獅子座 終於上去坐了 真的不同了 唯摩傑言 唯摩傑就這樣說 為射利弗 諸佛菩薩又解脫明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射利弗 上來了 我想和你解釋一下 有些事可能你們未知 或者聽過 未細心了解過 所有諸佛菩薩 所有諸佛菩薩 有一種沙昧 有一種靜定 有一種解脫 名叫做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是我們外人 或者凡夫 乃至異成人 沒有辦法估計得到 好像剛才 我借椅 算不算不可思議 異成人 初發意 乃至天龍八步 沒有人知道為甚麼 但是 現象便出現了 是不是很震撼 非常震撼 這種呢 就告訴他 有一種解脫 有一種三昧 叫做不可思議 若菩薩 住是解脫者 住 不是入 入是剛剛入 住是九經陳劫 已經安住 這種不可思議解脫 這種三昧者 他說 如果住在這種三昧當中 微之高廣 內戒止中 無所增減 好像剛才說 這個佛身有多大 八萬四千 這個座有多大 又八萬四千 三萬二個八萬四千 是不是 多不多地方 但為甚麼入到這裏 又可以裝納得到呢 每個人坐到上去 又剛剛夠坐 這種算不算不可思議 立刻在景中 告訴了 這個 社利弗 告訴他 其實 是否教他們 要修行這種呢 學佛 就要修行這種 不要以小成的小火聲聞 當作是真正的究竟 不行的 有排都未到的意思 大成行的微妙呢 是一般二成 沒有辦法策度的 他說甚至乎可以把衰微的高廣 衰微山 人世間最高的山 我們說的是喜馬拉雅山 內藏於戒指之中 內藏於戒指之中 將一個這麼大的山 放了一粒種子的裏面 而這個山是沒有增減的 無所增減 這種的力量 這種的神力 一般人 怎會體會得到 好似我們現在 衰微登王佛 借出三萬二千個高廣大床 高廣獅子座 我們將它藏在我們這個 五族惡世的一個家庭裏面的一個空間 對不對 裏面要坐出了多少 三萬二千獅子座 之後他們有四萬二千遊巡 坐獅子座 你想想 這麼小的地方 可以容納這麼大的 這麼廣的物質和人數 他說 你知不知道 當中是為什麼呢 衰微山王 本雙如故 他說 以衰微之高廣 內戒止中 無所增減 衰微山王 本雙如故 衰微山 能夠入到一個戒止 其實是講了一個什麼特點呢 這個呢 我只是照此講 因為實質上那個境界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照照講 他裏面就說 這個衰微山王的本 和這顆戒止 其實是有共通 有相遇的東西 而四方天王 而四天王 和韜利諸天 不覺不知 幾知所入 甚至乎 衰微山的 這麼大個 可以入一顆戒止裏面 當時 四方天王 韜利諸天 不覺不知 自己能夠入了一顆戒止 為什麼呢 因為衰微山的山腰 就是四天王 衰微山的山頂 叫做韜利天 又叫做地居天 再上一層呢 叫做夜摩天 就是空居天 我現在把衰微山 擠到一個戒止裏面 連四方天王 韜利天主 都不知自己 入了一顆戒止裏面 這就是諸佛菩薩 入不思以解脫境界的神殿 他說 他自己不覺不知 自己已經入了 他說 為應道者 乃見衰微入界止中 是命 住不思以解脫法門 但是 這個諸佛菩薩 要導這班人 特意將一個衰微山 擠到一顆戒止裏面的人 都不知自己擠到一顆戒止 只是 被佛菩薩 正在導的這班人 見到 知道 這個衰微 能夠入到戒止裏面 一顆種子裏面 這一種法門 叫做 住不思以解脫法門 這個是非常之不可思議的 那 你說 是不是作下去呢 那 這種思維 就超越了很多人的思維 那 我自己覺得 一件事 宗教會帶給很多人 很多不思議的現象 那 現在 現在 我們說 佛陀來這個世間 曾經展示過很多神變 那 但是 因為我們眾生 福力 不夠 因為 你要見到這些神變 要福力很夠才行 我們不夠 生在末法時期 對不對 聖人都難遇 不要說大菩薩 還有 大菩薩有 不過他不是現菩薩身 大菩薩很多在這個世間 亦現 若以 什麼身 得道 他在現 男啊 女啊 同男啊 同女啊 那些 居士啊 法師啊 四方天王啊 那些 還未覺悟的時候 還未有神變 但是你看到神變這些 這些真的要有很大的福力 你才可以見得到 好 我想問 當時的文殊菩薩 帶著的這班人 他們 有沒有福呢 有福了 因為又遇到佛 又證到果 對不對 然後佛叫他問病 問病 你還要是很虛心來問病 你不敢輕視這個 為何大事 那你一重視問病 那你說你們有沒有福 有福 因為他的福度 所以唯摩揭居士 就展示神通 故意將他的居室 全空 令到這個射利菩 產生一種念頭 為何沒有椅子坐 那這些大菩薩坐邊 藉著這個念頭 你不敢說出聲 他一定不敢說 他就直接 說了他的心聲出來 哇 搞到他多不好意思 我為法而來的 不是為法而來的 是吧 為法而來的 其實你想坐而已 是吧 小事吧 小事一坐 是吧 文殊菩薩 你憂有列國 你說哪個地方 那些獅子坐好坐 嘩 雖未上國 雖未登王如來 那裏 就那裏 就那裏 到了 大家上去 大家上去坐 那裏 就講述了 這個呢 就是有一種解脫 有一種三會 叫做 不可思議 住不可思議 解脫三會 這樣呢 就講述了 這一個 不得了 是否 即時令到在會的人 包括所有天界的人 不敢 輕視這個 居士 初初都會輕 對不對 那你一展示了這些神變 威德 樹立了 好了 接著他說 住這個不可思議 不思議解脫三會 法目 斷取三千大千世界 如屠家籠 即是好像 做那些 圖戲那隻 管那樣 原來三千世界 大人千世界 可以 將它 掉了出來 斷了 這意思 屠家律 制圖戲所用的 車律 著於右掌 扔過去行沙界之外 扔過去行沙界之外 其中眾生 不覺不知 幾知所住 其實當中 有很多人在裏面住 都不知 原來自己 已經 去了別處 這意思 或有眾生 咬狗住 誓而可度 菩薩即誕七日 以為一劍 如果有些眾生 想 嘩 我 我狗住世間 那 菩薩要度這些 好吧 但是菩薩想法些道理 好 我用七日 讓你感覺到 好像一劍 那麼久 為甚麼 用七日 菩薩即現 將七日 現場 變為一劍 你便覺得 有一劍的壽命 其實只有七日 因為眾生 因為眾生 隨順了 好了 令被眾生 為之一劍 或有眾生 不咬住世而可度 菩薩即束一劍 以為七日 有些人不是 我不喜歡住那麼久 我想快點走 快點成就 好吧 好吧 但是他需要修行一劍 菩薩便可以令到一劍 讓他感覺到只有七日 這些 嚴格來說 就是神通互動 神通 完全是感覺上的感官 所以 為甚麼有些人入定 入定可以五劍 可以六十劍 這個入定的人 可能他發生 可能是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感覺 都未定 所以 這些 當然 有出現這些 因緣現象 都是在度生裏面出現的 不是自己修行當中 菩薩因為已經通達三回 靜定 這個知覺性加上自己的大願 是很不可思議的 因為成了佛的如來和菩薩 因為他們的知覺已經通達了整個法界 這個法界是否過去現在將來都通達了 所以 這些入住在不可思議解脫境界的諸佛菩薩門 相應過去現在將來 無數的微細世界裏面的微細眾生 都會合著他們的 因緣條件來教化 有時就現短的壽命 有時現一個長的壽命 好像短的壽命 釋迦亡尼佛 長的壽命 是否是阿彌陀佛 舉個例子 你看下去就好像 嘩 在我們凡夫 點線面去看 這個很短命 只有八十歲 嘩 這個長度不可計劫 長度不得了 何以固 圓滿眾生圓忘固 在這個五族惡世 多不多人想快點死 不是跟你說笑 佛住世的時候 很多人想快點死 做什麼 苦行 涅槃 快點成就 知苦咬法 全部都講苦 他想不想長命 那些不想的 快點解脫 甚至乎 這個世界 念阿彌陀佛的人 想不想快點去 都想的 所以這個世界的人 不喜咬長壽 所以如來現世 是不是很短暫 那些圓滿那些 去到基督國島那些 那些人是不是想長壽 福樂就不怕長 苦就不要那麼長 是不是 在地獄日日苦 快點受完地獄就算 快點去完那裏 受完它就算 因為苦 福樂 福樂長也不怕 所以福樂幾場 這兩個國土 可以一個很簡單的對比 全部是眾生業力的招感 有些人不咬久住而可度 菩薩積蓄一劍 以為七日 令被眾生為之七日 令到他們感覺上好像七日一樣 然後又舉了很多例 然後又謝利弗 不可思議解脫屠殺 能以神通 現作佛身 或現 僻之佛身 或現 聲聞身 或現 帝色身 或現繁忙身 或現世主身 或現轉輪王身 又十方世界所有眾生 上中下陰 皆能辨之 令作佛身 演出無常苦空 無我之音 及十方諸佛 所說種種之法 皆於其中 普令得聞 這就是住不思議解脫境界的菩薩 先做得到的 這些是否是道身的力量 為何它要現佛身 為何要現僻之佛身 為何要現僻之佛身 為何要現聲聞身 帝色身 凡昂身 他現在在說 他沒有說菩薩身 你有沒有留意 為何他不寫菩薩身 因為他就是菩薩 他現在在說 有一種菩薩入住事三昧 能夠現佛身 能夠現僻之佛身 清聞身 帝色身 凡昂身 因為所有這些身 都是相應道眾身而涉 好了 這出現了甚麼問題 為何要這樣現身去道眾身 是因為相應 所有菩薩 我們先看看 一個出街人 覺悟 正摩羅漢 正癖之佛 是不是解脫了生死 不入三界 生於佛國 生於佛國 佛就是為他們說法 說甚麼法 說成佛的法 成佛是否要普道眾生 輕起大悲 但是普道眾生 他們沒有經驗 沒有經驗 一個摩羅漢沒有經驗 導眾生 他不懂 他不就要學 所有的方法 就是學甚麼呢 學自導導他 自導已成就 那你就學導他 學導他 就多東西學 因為你不是為自己 你是為眾生 所以一學導他 十方諸佛 主力就是要教他們 怎樣去認識眾生的苦 如果你在極樂國土 一出世 由下品或中品 一路上去上品 你知不知道這個世界有苦 因為你從來都不知道 有苦這件事 極樂國土沒有苦 對嗎 但是你有宿命因果 你在哪裏 那是否所有 極樂國土那些日 所有都是如來接他 即是移民去 那你未移民之前 你在哪裏 那你會看回 因為你有宿命通 那你會看到 哇 原來有三惡道報 你不是很幸福 那你幸福 那你的妻兒子女 父母叔伯 兄弟姊妹 全部在哪裏 哇 淚劫的 原來多到不可升數 在哪裏 在一個五重惡世那裏 或者在十方無量的世界裏 當然 有苦的多 有樂的 你見到他樂 但是你開心不開心 你見到子女 你見到你的眷屬快樂 但是顛倒他樂 是不是永遠都不會過誤 是不是永遠都解脫不了 他樂緊的時候 你會叫他移民 我需要移民 我們現在要快樂 我需要極樂國土 我這裏更快樂 留意一下 樂緊的都未必是解脫 所有的菩薩 留意一下 他興起了菩提心 初發意的菩薩 生氣悲民 他會不會著相呢 會著相 這本經教他們怎樣離相 金剛經教他們怎樣離相 首先要興起了 住相 發現了慈悲喜社 慈悲喜社一定是住相 你不住相不會發起慈悲喜社 但是 你與此同時 好似我們怎樣呢 好似駕車那樣 我一邊駕左 一邊轉右 我現在要走直線 那你走左 咦 太左了 你又要轉右 咦 太多了 你又要轉左 是不是這樣 左右左右左右 叫做adjust 慢慢去調教那個 這樣就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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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直了 直就好著他了 不要動了 我們用這樣來去離定 即是說 色與空 有時我會偏在色裡 有時我會偏在空裡 有時我會偏在色裡 有時我會偏在色裡 兩者 兩者一定要並行 好似一條車軌 左右車軌 要平衡 這樣就走不到 這樣就不行 這樣就不行 一定對 走在中間 叫做中度第一二 你明白這個現象就行了 好了 因為你做不到的事 我們說六波羅蜜當中 寶詩詞 引用精進禅定 波爺 這是六種禮 但是一去到七 就到眾生了 是不是方便了 方便呢 一做不到的事 你怎樣 發願 發願 所有這些不思議境界 諸佛國土 菩薩的陀羅尼 大威神力 全部從個願上來 即是 方便波羅蜜 願波羅蜜 住不思議解脫的 叫力波羅蜜菩薩 是不是有力 那這些力是誰來的 諸佛成就 諸佛成就 那是誰法理的 由 道眾生 道眾生 是不是由自己法理的 對 所以你發過什麼願 它就成了什麼力 那意思 你為什麼會把一個世界 拋下來這邊 是因為你要度這班眾生 過往生 種種的因緣 才會有這個過程出現 不是突然之間出現的 不是用來玩的 因為它所有道眾 全部的化現 不理它現佛身 菩薩身 住不思議解脫境界的菩薩 展示種種神通變法 都有它的緣起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因為發生之前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菩薩就 就善在這裏 於是對著這些修行人 它有福力救的 就展示出不可思議 那個神通變給它看 這個呢 全部是跟原有關 所以 我們怎麼可以證得 這個不可思議解脫三會呢 你們大家知道嗎 你們大家知道嗎 我們怎麼可以證得到的 是不是跟原有關 對 發什麼原號呢 我們不懂得發原 想發原也不懂得怎麼發 普然原 好的 我就是引大家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普然行願品這麼重要呢 因為 我們怎麼想一個願 怎麼想到普然菩薩這樣的願 你想給我看 怎麼想都想不到 它幫我們想起來 這是普然之德 普然菩薩已經幫一切菩薩想了 因為這個願是片三世的 你想不得都不得 你再發其他的願 你願都是在這個願王的基礎分支出來的 所以普然十大行願叫做 入不思議解脫三味 入不思議解脫 是警戒 普然行願品 這個是住 不思議解脫三味 你進去才能住 你還未進去怎麼住呢 那怎樣才能進去呢 禮敬諸佛 我是不是要這樣 所有虛空極微陳素 諸佛國土 我以普然行願力 像普然行願力 如對目前 對一切如來 廣行禮敬 讚嘆 稱讚如來的功德 然後供養 騙公養 甚至以法公養 如說修行公養 不離菩提心公養 不捨菩薩業公養 那你就跟足普然菩薩的方法 你發了這些願 那些願就會帶著你 與一切時引渡其前 因為一個人 臨終的時候 什麼都會散敗 為此願望 不相捨離 於一切時引渡其前 然後命中 就帶你身居去極樂國土 第一個先去 是不是見到花開見佛 文元法之後 你就在十方世界 就做到這些了 是不是這樣 你合回這些 我們讀過的經文 綜合了 你就會知道 那條脈絡很清晰 就是所有大乘菩薩 都一定要發普然行願 那你發了普然行願 有什麼保障 大家知不知 靈嚴經有說 他說 他方行沙界外 有一眾生 心中發明普然行 我即時 有一個眾生 心中發明 發 即是顯法 明就是展示出來 好 我現在要發普然願 禮敬諸佛 稱讚如來 廣修共養 真是要發 依著經文法願 這樣 於是 普然菩薩 就會成六牙八象 去到這個人面前 重痞象心未能見我 我為其人 暗中授記 摩頂 加持 使令成就 是否好 好過買保險 即是 普然菩薩 加持我們 證明我們 一定要令我們 圓滿十願 圓滿十願 是否能夠做到這些 神變 行順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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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上除佛學 這些就是佛學 跟足就可以了 因為你的悲心騙滿 你的功德力騙滿 十方如來 你都在那裏修行過 那你是不是十方如來的徒弟 借小小椅有甚麼問題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我講這些 那便拿小小飯 那便沒問題 沒問題 是不是 那你在做甚麼 道眾生 那如來除不除起 當然除起 對不對 你看下去 已經沒有那麼神怪 因為我已經拆開了 裡面的關係 還有 不只是維摩大士可以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 將來都可以 成就這種解脫 因為他講得出來 就是想教我們正道 但是 我將那個答案 得的答案 先告訴你 就是普現行願 令我們入到 不思議解脫三門 然後我們能夠得生無量佛殺 得如無量如來 得學無量的法門 將來你一定成就這種現象 那這些現象呢 是否用來做戲呢 是否用來玩呢 不是的 是相應眾生才會現出來 還有那個是維摩居士 居士 還有很刁鑽的居士 的身軀 對不對 還要遇到一些 有歧視眼光的異成人 即他取相 始終是居士身 菩薩又不一樣 事實上有這些分野 甚至我們現在 在家人在這裡 和大家分享佛法 我們都不敢說 講經書法 我們分享佛法 但也可能會有出家人 會非議 會不會呢 會的 所以這些 我們不覺得是什麼現象 這是一個很正常 很正常的現象 那我們自己做回自己本法 我們絕對不是說 賣弄 搞個人崇拜 絕對不是這些 我們是明白佛法 很想和一些同修分享 因為 知道佛法的人 我自己覺得是不多的 清晰 認知佛法的人不多 我們不敢懶 不敢懶 有機會我們都要講 一定不停地講下去 好了 但是講到這一部分 想強化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 怎麼說呢 安心 因為我們不只是看到 我們還知道的原理 還有 我們還知道的方法 渠道 可以令自己 正得這個 住不思議解決三回 問問大家 其實大家想不想正到這個三回 想 真的想 真的想 不是開玩笑 一想就和普賢菩薩打個招呼 發訊給他 把你的心聲告訴他 是嗎 那你就立刻再發多一次 那你今生 我不知道 我不求今生 我希望將來能夠圓滿 因為為什麼呢 這些是要有大的悲心 去度眾生的時候 才可以出現 你都沒有度眾生的心 不會出現的 就是這些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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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種種生 轉輪王生 這裡呢 都不需要刻意詳解 能以神通 言作佛生 辟知佛生 聲聞生 這些全部 凡王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世主 即是世間的皇帝 轉輪王 好像習主席那樣 是吧 由十方世界所有眾聲 令到十方世界的所有聲音 上中下音 皆能變之 另作佛聲 這些呢 就在我們這個世界 未必會體驗得到 有很多 譬如基督國土 就是 所有風吹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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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寶的聲音 互相碰撞 所發的聲音 這些全部是 阿彌陀佛 令法音酸流 變化所作 眾生一聽就說不 一聽就入定 一聽就念佛念法念真 所以 甚至乎 在這個五重惡世 可能 有很多難聽的聲音 有菩薩 如果相應一種恩怨 都可以將一種聲音 令聽到的人開悟 都可以的 所以 上中下音 上也是最靚的聲音 中即是說不錯 都好聽 悟意 下即是難聽 總之 有聲音 菩薩 住不思議解脫境界的菩薩 都能夠令到這些聲音 變令作佛聲 好像說法一樣 令眾生覺悟 演出無常苦空 無我之音 能夠令到聽聞的人 感受到 世間是無常 世間是苦 原來本來無我 這些聲音 聽一些單音 或者有人說法 或者有人唱歌 或者有人朗誠 或者有人誠經 不管 什麼聲音都有 還有 及十方佛所說 種種之法 皆於其中 普令德文 住不思議解脫境界 善用這種神通力 可以將不同的聲音 變成十方諸佛的說話 演說的種種法門 如果你不是 行過普言行 去過這麼多佛所 你怎麼懂得這些東西呢 是吧 因為我們都知道 很多佛國 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導眾生的 阿彌陀佛用什麼 導眾生 福樂 福樂 福樂不可以令他覺悟 極樂國土用什麼令眾生覺悟 香跡如來用法 還未講到 我們都知道 阿彌陀佛用什麼令眾生覺悟 一定是說法的 一定是聲音 極樂國土有多不多聲音 是的 如果嘗試極樂國土沒有聲音 眾生會不會講悟 會不會念佛念法念爭 不會 都是聲聞的 都是用聲音來開啟眾生的智慧 淨除眾生的煩惱 因為我們的耳根很靈 我們的一閉目的話 耳聽十方 只要 諸佛菩薩相應到我們的頻率 能夠用不同的聲音 透過不同的頻率 因為聲音可以令到我們 產生不同的情緒 是吧 它很猛的 一聽起來 嗯 嘩 好像很清靈 聲音是可以改變人的感覺 你不要看笑 聲音很厲害 小鳥 小鳥的聲音 音樂的聲音 天樂 等等 這些是不思議 住不施以解脫三昧的諸佛菩薩 能夠常用不同的東西的媒介、媒體 來廣道眾生 好了 他說 或者演出無常虎空無我之音 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 皆於其中普令得問 令到有緣眾生遇到住不施以解脫境界的菩薩 展示種種的神變、神通力 普令得問 佛西利芬 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施以解脫之力 我今天不斷地和你講一下 不施以解脫境界的菩薩 他們道眾生的方便 道眾生之力 講小小來聽 若廣說者 如果詳細跟你講 窮劫不盡 你給我多少劫都講不完 事實上真的講不完 你說有多少諸佛 未成佛之前是行菩薩道的 個個個都是 每個菩薩道行多少劫 陳沙劫 陳沙劫 都是展示這些不可施以境界的 對不對 怎樣都講得了 過去有無數諸佛 現在有無數諸佛 將來有無數諸佛 每個同學都是諸佛 對不對 將來計 那是不是又行很多不可施以神變呢 所以根本是講不完 事實上是真的講不完 以時大家誓 文說菩薩不可施以解脫法夢 坦未曾有 當時 這個很多弟子 在外道時間已經有很多弟子 的大家誓專者 一聽見 哇 這個維波居士講 這個菩薩不施以解脫之力 種種現象 真是太微曾有 同時是理不斷 譬如 有人於盲前 現眾色象 非彼所見 他說 又如有一個人 在盲的人的面前 去展現種種色象 這些色象 盲的人看不見 他是看不到的 他說 一切聲聞民事 不可施以解脫法夢 不能解了 為若此也 即是說 我們只有一個聽字 完全都不知道 這個比喻其實都很貼切 因為 你看回一個不可施以解脫的菩薩 最初未發普然縣 甚至會再最初 他正摩羅漢 你看回 是否不能避 好像一個小孩 剛剛出生 沒有幾個 他可不可以想到畢業之後 你跟小孩講畢業之後 做醫生 注意些什麼 他根本無法測量 他根本無法測量 他就舉了個例 我們是盲的 一個開眼的人 在我們面前說 那麼多聲 我們看不到 浪費心機 我們看不到 我們相比大成法 實在無法測量 聲聞人 我們聽完 只有一個聽字 距離太遠太遠 好了 今天 我們種種的因緣 要早些完結 請各位起立 我們做個會鄉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街工成佛道 街工成佛道